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264集 白小春愣了一下 上前一把拿起金叶 仔细的看了看后 这叶子除了颜色之外 其他都很寻常 看不出什么端倪 至于那龟壳更是四季 虽充满了岁月沧桑之感 可却没有任何白小春所想象的 永恒不灭之物的感觉 永恒不灭之物呢 这白小春有些抓狂 他不甘心的私下寻找 可找了半上 依旧是除了那龟壳于金叶外 再没有什么物品了 甚至他还将那金叶子咬了一口 可牙齿都差点崩了 也咬不断叶子 此物显然是不能吃的 这白小春更加抓狂了 双眼赤红 他觉得自己被耍了 直接将叶藏的魂给拎了出来 盖死他 说好的永恒不灭的秘密呢 这里除了一片叶子和一个龟壳 什么都没有啊 假叶藏的魂也呆了一下 四下乱看 整个人一样懵了 不能啊 那神秘的宗门的确是告诉我在这啊 白小春那种被耍了的感觉 此刻格外的明显 一想到自己辛辛苦苦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终于到了这里 却没有收获太多后 他的委屈已经如大海一样 又在这四周找了好久 最终白小春绝望了 他呆呆的看着那个龟壳 尽管他很喜欢乌龟 可这龟壳太小了 比龟纹锅小了太多 莫非说的永恒不灭之物 是这龟壳 可我要个龟壳有什么用啊 白小春都快哭了 长嘘短塌 丑眉苦脸的拿着龟壳与金叶 走出光门 看着被自己挖出大坑的洞府 白小春哭丧着脸 又一点点的给他掩埋 直至将洞府的地面恢复原样后 这才无精打采的离去 走出洞府后 他长抬一声 抬头看着天空 觉得这个世界和自己开了一个玩意笑 我辛辛苦苦啊 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呢 我 我 这白小春悲愤 回到了血字殿后 不甘心的拿出金色叶子与龟壳 又仔细的研究 这一次有了一些收获 他发现那金色的叶子怎么也都四不碎 异常的坚韧 可除此之外 就没别的不同了 甚至他觉得这叶子上或许藏了一些工法 可哪怕他开启了通天法眼 也都没有看出藏子 至于那龟壳更是死雾一样 仿佛都风干了 虽然是石心的 可想来 里面曾经存在的乌龟早就成为了干尸 这一夜 白小春没休息好 第二天清晨 他眼睛红红的终于放弃了研究 长抬一声满心的悲哀 假夜葬的魂已经吓得不敢出声 他生怕白小春愤怒之下将自己给灭了 可他也委屈 他是真的没有说谎啊 绝望中的白小春 此刻再也不想继续留在血熙宗了 他连连叹息 正琢磨着找个理由离开血熙宗 回灵熙宗时 忽然 远处 从四周其他三座山峰 分别有一道长虹呼啸而来 这三道长虹内分别是三封的血子 三人都面色轻松 临近后 寒暇一番 白小春心底诧异 不知道这三人来此的目的是什么 于是也笑谈几句 一旁的邵泽峰血子有些不耐 看向白小春时 忽然开口 业子 我三人有密报 灵熙宗天道主击白小春 这些年并非在灵熙宗内闭关 而是于数年前外出历练 意思进入我血熙宗的范围之内 此消息真假难辨 不过只要有一丝可能 也是我等斩杀白小春的良机 白小春一听热话 内心咯噔一声 可神色却保持不变 我等身为血子 当年曾在老祖面前立下军领状 势必斩杀白小春 灭了灵熙宗这位天道主击的苗子 修行之事 就是斩杀这样的天教 灭其升级 躲其器蕴 成就我等自身大道 这是血子之约 如今你也身为血子 我等要共同进退 军领状上有我们三人的名字 也自然要有你的名字 邵泽风血子 凝望白小春 严肃的说道 一旁的施风血子 与无名风血子 也都肃然点头 纷纷看向白小春 一幅 你若不答应 我们就不离开的样子 白小春听得胆战心惊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些人是当年立下了军领状 可却没有完成 如今要拉着自己 一起上贼船 他有心拒绝 可这三位明显不达目的 绝不会罢休的样子 白小春正迟疑时 一旁的施风血子 竟从储物袋内 直接拿出一枚玉剑 这就是我们与老祖立下的军领状 我特意从老祖那里请来 你在上面留下一道印记就可以了 说着 将玉剑递给了白小春 白小春睁大了眼 一看对方居然都准备到了这种程度 心底恶恶骂 觉得这些人太过分了 这也是逼得自己立军令状来灭杀自己 一想到这里 白小春就觉得特别别扭 尤其是看了眼 预见后 发现里面 除了灭杀白小春会获得大量的奖赏外 还有失败后的惩罚 那惩罚是需要在血西宗的地裂禁地 禁足一年 那地裂禁地 白小春听说过 里面有强猛的烽火 在内修行 如同承手千刀万剐 非常人可以忍受 他看到这里 内心狂跳 觉得自己白小春的身份 没得罪这三位血子 这三人 干嘛和自己这么过不去啊 宁可承受这样的惩罚 也要灭了自己 眼看这三人目光渐渐凌厉 白小春一咬牙 拿过玉剑 直接留下印记 心底冷笑 琢磨着你们这三人 这辈子都休想成功 既然拉我上贼船 那你们就等着吧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三人一看白小春 也牵了军令状 顿时笑了 心底也松了口气 实际上 他们三人也很头痛 当年 为了身先士卒 一时冲动 牵下了这个军令状 可却始终没有完成任务 如今看到中风出现了血子 他们三人合计一番 琢磨着这种事情 无论如何 也要四大血子共同进退 多拉一个人进来 总是好的 我夜葬儿 虽然晋升血子时间还短 可此事义不容辞 既然得到线索 那白小春 疑似出现在我血系统范围内 这样 我即刻就外出寻找 若有收获 立刻给诸位传信 我们一起出手 灭杀这白小春 白小春肃然开口 心底则是想着 赶紧离开这儿啊 三人一听 更为惊喜 相互看了看后 也都表示 要外出宗门 在血系宗范围内 搜寻白小春 约定有所收获后 彼此通信 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去 白小春 看着离去的三人 冷笑一番 转身 赶紧收拾行装 离开血系统 临走前 他在血系统山门外 回头看了一眼血系统 神色内 露出感慨 与复杂 对于血系统 白小春 白小春也分不清 自己到底是一个 怎么样的心血了 若是能不开战 该多好啊 白小春沉默 最终看向祖风 摇摇的 自能看到祖风上 血梅的洞服 选择 在你的手中 白小春轻叹 转身一晃 化作长虹 远去 飞出没多远 白小春心里 有些舍不得血系统 在血系统的一幕幕 点点滴滴的 浮泻心头 他忍不住回头 想要再看一眼血系统 或许 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 再回来了 白小春在半空中回头 遥望血系统时 忽然睁大了眼 露出吃惊 他看到 血系统的吴明峰上 竟在这一顺 有一道黑色的雾柱 木染间冲天而起 那黑色的雾柱 是无数的魔头组成 此刻 这些魔头全部爆发 更有惊天动地的嘶吼声 从这些魔头口中传出 打倒血系统 我们要翻身做主人 吴明峰的修士 你们欺辱我等魔头 我们绝不屈服 今日定要判处你血系统 那些魔头纷纷尖叫 全面爆发 引起整个血系统的震动 尤其是吴明峰的修士 更是全部骇然 发现原本属于自己的魔头 居然都不听从命令了 甚至那些魔头中 存在了一些老魔之辈 雄眼透天 更有一个魔头 在重魔之中 地位似宗高无比 重魔居然以其为中心 这魔头此刻耀武扬威 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 诸位魔友 大家冲出去 你们放心 我的主人是当今血子 微震四海 大家不用怕 今天是我们魔族崛起之日 我们要脱离吴明峰的镇压 这是为了自由而战 白小春倒吸口气 一眼就认出尖叫的魔头 居然是自己在吴明峰培养出 吞噬了无数要诈之魔 眼下 此魔在白小春记忆里 乖巧的样子 被嚣张跋扈给取代 传出的话语 听得白小春浑身一抖 白小春咽下一口唾沫 额头冒汗 赶紧转身 再没有丝毫不舍 急速远去 生怕那些魔头被镇压后 自己被血系宗秋后算账 该死的 我之前自己都在诧异 为何在吴明峰店 要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原来这意外 还可以严实啊 白小春欲哭无泪 在身后血系宗内 传出无数怒吼 以及老祖的冷横时 玩命的狂奔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